各位朋友大家下午好 今天呢是2021年9月28号 9月28号了 那么这个马上再有三个交易日啊 就到了十一小长假了 那么我们看一下啊 这个这两天的一个行情的整体的一个情况 那首先来看看大盘啊 今天的这个还是啊 三大股子呢分化还是非常明显 那也就说大盘和这个创业板指数 包括深圳城址啊 还不是完全同步啊 就大盘走势要稍强一点 为什么说这两天大盘这么强呢 我们看到这个板块方面啊 能源地产环保啊 大金融这两天又开始啊 有这个稳气稳走强的这个迹象啊 那么从大盘的角度来讲啊 这个地方呢 这个回踩应该是非常有限 也就是说啊 在下方的这个位置啊 在这个3540点的这个上方 这个地方应该啊 可能是大概率的起稳 那我们看到这个 那我们看到这个从啊 呃 前边的高点 9月14号以来啊 那么应该是走的一个 倒N字形的一个啊 一个调整结构啊 一个局部的调整结构 那么之前我跟大家讲过啊 我可能说他的这个回踩啊 最后呢会踩到 呃 这个粉红色的反压线啊 踩到这个位置起稳 那么从这两天的最近的一个走势来看呢 呃 在进一步深蹲的这个概率已经不大啊 预计呢 在国庆节前 大盘的将探明底部啊 就这一波局部的调整将探明底部 探明底部之后呢 在节后将会迎来啊 另一波的啊 一个向上的拉伸 那么这个拉伸呢 应该是我认为啊 目标位应该是到4000点啊 4000点左右了啊 就是到这个位置应该在上方了啊 所以说呢 呃 很多朋友说是这个要要完了啊 所有的行情要结束了啊 没那么简单啊 我告诉大家 这个行情呢 目前看的话 呃 银行的这个市盈率只有5倍左右啊 涨都没怎么涨呢啊 呃 然后的这个券商的市盈率只有48倍 保险的市盈率更便宜啊 10倍左右啊 我们看一下保险啊 那保险呢 最近这个一直是受这个中国平安啊 龙头股的一个约束啊 那么啊 保险现在的一个平均市盈率 那我们看一下 8.4倍 也是历史上啊 最便宜的这个时候啊 8.4倍 这个动态市盈率啊 可见呢 呃 只要是低估值的大盘蓝筹啊 现在没有上涨 那么股指就不会有下行的这个这个风险啊 也不会走雄 所以呢 当前的这个行情可能有一个什么切换啊 这个切换呢 就是从这些 呃 相对来讲啊 市盈率或者泡面也好 过大的 这样一些题材股啊 科技题材股为主的 那么可能这些题材呢 可能出现 休整 然后呢 在节后 一直到年底 甚至跨年度这段时间 我认为啊 低估值蓝筹 他们的表现机会会更大一点 啊 就是说什么是低估值蓝筹呢 首先就是金融板块 三大细分板块 银行证券保险 然后有地产 啊 包括这两天的石油啊 电力啊 包括这个 呃 环保啊 环保目前的这个 呃 净期的这个表现啊 总体上来一看 啊 还是不错啊 还是不错啊 那么我们看看啊 环保环保这个 啊 环保啊 环保目前的平均市盈率 呃 还算比较便宜啊 这个里面我就不掉了啊 就是 那么我们看一下今天的这个 板块方面啊 板块方面的话 呃 排行榜是石油啊 供气供热 呃 现在呢 已经到了九月底 马上就十月份了 那么一旦进入十月下旬啊 十一月份 广大的这个地区啊 北方地区就开始供热 进入供暖季 所以呢 供气供热概念是提前要啊 提前要炒作的 这两天呢 看到这个煤炭啊 呃 包括天然气 呃 包括电力啊 近期的这个走势都非常强 那电力呢 为什么这两天又这么强呢 我们看到这两天 尤其东北地区又开始这个拉闸限电啊 据说拉闸限电是这个电力供应不够了 还有一种说法呢 就是为了达到年底前的碳排放目标啊 就是说把这个碳排放要 要限制在多少吨二氧化碳啊碳排放之内 所以说呢 有的说要限电啊 总之呢 可能就两方面原因啊 一个确确实是缺电了 第二个呢 就是环保的达标的要求啊 碳排放的要求 所以我们看到电力呢 目前呢还有一种说法就要走向市场化啊 将来呢是要按照市场的这个 供需之间的啊 这么一个 平衡来收费 所以当前的居民用电 企业用电 都面临着一个上涨的预期啊 电力价格要上涨 所以近期呢 我们看到这个电力股呢 表现的还是非常强势啊 今天的电力板块呢 我们看到有15只股票 涨停的啊 电力板块很少啊 有这样的一个上涨 尤其是结合啊 这个新能源电力啊 风电啊 什么光伏啊 核电呢 哎 然后包括其他的啊 这个这个生物智能发电 包括垃圾发电啊 垃圾燃烧垃圾发电 那么这样的一些 这个概念啊 更火爆啊 所以说呢 当前当前这个电力板块呢 我们认为呢 目前还是处于 趋势型的上行过程当中啊 板块指数呢 来看呢 现在还是属于上行趋势啊 量能啊 确实是已经达到了 历史级别的天量啊 历史天量达到天量之后 那再进一步上冲 有没有空间了 当然有空间啊 天量有时候也不是天价 天量之后会有量价背离 量价背离同时 如果成销量跟不上 但是呢 价格依旧可以走一个上行的走势啊 直到这个量能衰竭之后 高位量能最怕的高位就是量能衰竭 而不是说放量啊 放量没有问题 趋势仍在啊 维持 维持的还是非常 呃 强势的啊 所以说电力板块 目前我认为 呃 如果大家手里边呢有电力股 简单的顺势而为就可以了啊 比如说顺着十天均线 二十天均线 只要他不破 收盘价只要不跌破 你拿着就可以了啊 所以说就这么简单啊 趋势来了是最好做的 最简单的做法就是持股不动 持股带涨啊 所以说这个呃 不大家不要短线去折腾啊 有的股票都走牛了 反来人家就就开始走了一个上山的一 这这么一个路径了 你中间还在高抛低息 你能高抛的低息得了吗 只能是越买越贵啊 所以说最简单的就是持有啊 最简单就是持有 那这是电力啊 那我们看到第二个板块就是煤炭 煤炭呢因为电能啊 由于这个电力涨价是吧 煤炭呢也是限产能啊 也是要达到环保要求的 产能不足 那么造成啊 电力供应紧张啊 或者是都是因为环保达标的要求啊 这可以这么理解 那么当下呢 这个煤炭供应量少了 那么必然是煤价的这个涨价预期还在啊 所以我们看到这个煤炭的板块指数啊 前期冲高之后 短期之内 出现回财 回财之后煤炭价格啊 将煤开二度啊 就是煤炭 煤炭板块指数 那么像一些比较廉价的啊 一些这个煤炭股啊 我认为目前还是维持一个中期的上行走势啊 这个方向没有改变啊 房地产呢 是个另类啊 房地产呢 是在过去的几年当中啊 受政策调控的影响非常大 那么房地产的板块指数 这几年呢 大家看一下啊 实际上走的啊 从这个2017年的年底开始 实际上就走了一个呃大的一个整理结构啊 一个整理结构 调整结构 那么到当前为止 地产股呢 实际上很多的政策啊 利空啊 基本上都出清了啊 别想着后面还要怎么暴跌啊 告诉大家 现在地产股的市盈率是多少呢 只有十三倍 十三倍的市盈率已经很便宜便宜了啊 还有一个就是说 为什么说啊 银行的这个板块指数不怎么动啊 因为银行啊 受地产的这个行业的影响啊 非常大 因为地产呢 是银行的这个贷款的一个最大客户啊 那么拿一块地皮就需要多少钱啊 然后开发一个项目贷多少钱啊 贷款 往往都是以十亿百亿 甚至是更大的这个数额啊 出现的 所以银行和地产呢 是一对孪神兄弟啊 可以这样讲 不要别讲这好像是地产啊 地产商啊 所以都都要倒闭 没那么简单啊 呃 大家可以翻一下港股啊 我在这里面跟大家讲一讲 就是港股里面的地产股 尤其在香港本地的地产股没有便宜的啊 都百元股以上的啊 啊 很多都是百元股 为什么是这样呢 因为像香港这些地方啊 地产商很早就转型了 地产商转 由开发商啊 转型为业主 一些行黄金地段的啊 一些楼盘呢 他是不卖了啊 不在往处卖了 他也会发现这个价值啊 他在做什么 做租赁就可以了嘛 所以租赁是汉老宝收的啊 所以他这个收益啊 呃也是非常不错 现金流呢 非常足 翻身非常足啊 尤其A股当中一些这个龙头地产股 我认为目前就可以了 基本上呢 估值呢 到目前差不多了啊 这个位置可以大家可以啊 去去做一个配置了啊 所以我认为是地产股 这个位置就差不多了啊 这个跌跌不休了 多少年了啊 到现在基本上都都出清了啊 出清了 有的该转型的转型啊 当业主的当业主啊 当这个呃 这个诸寿同权啊 这方面 那么比如说 呃有的他是搞这个保障房建设啊 那个保障房连租房 那始终都在啊 所以说呢 我说呃 这个地产板块或地产行业 还是拉动国民经济的一个主力军啊 所以呢 地产的未来呢 他也是除非就是搞个结构优化啊 那么可能偏远地方的地段不好的房子 他少盖一点啊 那么就是在黄金地段还是要提升他的一个呃 一个服务啊 一个项目本身的一个他的一个呃开发 他还是没问题啊 所以这个行业呢 基本上到现在大的利空啊 政策的利空啊 其他的都已经出境了啊 还有就是呃 我在前两天啊 我记得跟大家讲过在线教育啊 在线教育其实是一回事啊 将来都是转型啊 转型啊 跟5G技术呃 结合啊 在线教育 那么本身啊 受今年的这个尤其是啊 年初以来啊 对在线教育啊 出台了一系列的规定啊 不允许这个主要的课程在课外去补啊 所以说呢 我们还可以补特长课啊 对吧 然后呢 在纳入监管范围内啊 然后是呃 对一些教学的资源啊 进行优化 对吧 那么他们 基本上到这个目前的为 为止看的话 在线教育的这个板块指数啊 基本上我认为现在就差不多了啊 下下空间并不大 那么我们看一下 从板块指数也是一目了然嘛 对吧 呃 2580点下跌以来啊 在线教育的板块 那下方呢 那就是堆量 堆这么大的一个量堆 说明啊 在这个底部区域 明显是主力机构已经在做布局了 在这个位置 就是大底的区域在买狂买啊 使劲买 所以说我认为啊 就说呃 680点啊 684点 这个点位 对在线教育的这个题材指数来讲 它就是一个大底的位置啊 呃 下不去了啊 我告诉大家确确实实实是这样啊 那个没必要说在这个地方再呃 去看空啊 因为前面的这个下跌空间呢 已经给消化掉了啊 也政策利空呢 同时已经兑现完毕啊 那么这就是说呃 目前了呃 我认为啊 在这个节前的这几天 大家呢 一定要在呃 这个操作方面啊 要一定要注意啊 就是当前的两条主线啊 第一个低估值难筹啊 我刚才说了呃 大金融啊 包括这个电力 包括每每块煤炭能源 包括环保啊 包括呃 大金融的银行证券保险啊 房地产啊 其他方面的大消费 大些消费里边的像食品饮料啊 然后呃 包括医药啊 白酒概念酿酒啊 目前呢 基本上是丢不可敌 白酒这两天呢 尤其是非常的把出类拔萃啊 那么我们就看一下白酒这个题材指数啊 跳空高开 是吧 昨天是直接是一个向上的跳空缺口 走势非常强 那这两天呢 我们再看看贵州茅台啊 这个我们说是A股的核心资产之一啊 呃 贵州茅台 一个大牛股啊 那我们看看 那就是直接呢 跳空高开 跳的什么呢 跳在粉红色净线上方 这个净线怎么来的呢啊 这个净线呢 实际上就是取一千 呃 八百块钱附近那个那个位置啊 那那有一个净线啊 就是前面的高点 给他连一下啊 刚好是这个位置水平净线 那昨天是跳空高开啊 直接就跳在净线上方 那么后续呢 茅台这个股价会围绕着这根线 平衡啊 做做什么呢 做整固 短暂整固之后 趋势就向上了啊 你像这阶段性啊 让他回到一千五很难了啊 很难了 所以说贵州茅台又开始往上走了啊 整个白酒 酿酒版画 还是走他的一个上行的大的上行通道的一个走势啊 呃 这个没有变化啊 那么我们再看一下啊 这个除了酿酒之外 呃 包括这两天的医药啊 医药我们把这个医药指数调出来 呃 这两天我是比较看好大消费啊 那么我们看一下啊 医药现在呃 从这个高位来说呢 就是大的一个区间震荡 目前的医药的板块指数是在区间的下方啊 所以目前的医药板块指数从整体的适应率来说啊 呃 18倍的综合适应率应该还是呃 比较廉价的 当然这里面有的便宜啊 有的更便宜啊 呃 要应该是可以了啊 我认为他下面的空间不大啊 那么其他方面啊 低估值的里边的呃 包括这个银行啊 券商保险 那我们就是以银行为例啊 刚才讲地产 这是我们看看银行啊 银行的板块指数 他到底是个什么情况 那我们看一下这张图表啊 看一下啊 大家可以看一下 那么银行呢 实际上就是走的一个什么超大型的一个上行通道啊 这个上行通道呢 呃 我给他做了一下图啊 我这个图是做了双通道啊 那么一 呃 大约这个底儿呢 是从这个2016年年底开始算起到现在 五年的时间 大家看一下这个通道下沿啊 下沿这个红色的通道线 那么每次呢 这个银行板块指数调到这儿就是新的一轮行情的起站的位置 呃 不管是2018年7月份 还是2018年的这个10月份啊 那个位置包括这个2020年4月份啊 这个地方都是低位 那么近期的低点呢 是在2021年的8月初啊 8月初那个位置 8月10号左右的位置啊 踩到这儿了 那么大家看看局部这个形态啊 就是大上行通道 那么现在在底儿啊 在底这个上行通道的下轨 那么这是第一个支撑点 我鼠标点这个地方 它是第一个支撑点 第二个支撑点呢 这个银行的板块指数在8月30号啊 第三个支撑点 也就昨天的最低点 9月27号 那么今天呢 银行板块指数啊 它收了一个中央线啊 这个地方量能啊 略微放出来了啊 可见呢 银行板块指数是有起稳的意思了 所以这样来看呢 我们说一个银行啊 一个证券啊 再给大家调一下证券板块指数啊 我们就大金融里边 我们就看这两个就可以了 那我们看看啊 这个昨天啊 我在直播当中也给大家讲了啊 我说这个大双底啊 证券板块指数就是大双底 双底啊 大家看一下啊 W底啊 非常明显嘛 对吧 然后下方呢 是放量的 前期呢 是上穿大双底竞线 这个竞线呢 可以在最高的价格啊 这个地方最高价 也可以放在它收盘的这个位置 就是K线实体的这个上沿啊 也可以两个位置都可以放 那么最标准的走势呢 我们看到是放在最上沿的话 就是昨天证券板块指数 它的收盘的位置呀 刚好骑到这个竞线上 那么今天我们就看到了啊 这个证券板块指数 它出现了个中央线 正好出现在这个竞线上方 那么同时呀 我们再看一下下方量能啊 证券板块指数的量能 已经说到了前边的一些低谷的量能 对应的量能的位置 就这两天啊 要注意啊 证券板块指数 国庆节前啊 因为现在还有啊 不算今天的话 还有两个交易日啊 那么这两个交易 我认为这个地方就基本就起稳了啊 大约在30号左右 那么向下回踩的空间已经没有了啊 甚至是啊 这个很小啊 很小了 所以这个地方呢 证券板块指数 它非常标准啊 是完完全的中规中矩啊 按照技术形态来走的 对吧 这一目了然啊 大家有一点简单的技术 技术分析常识 也应该有所判定啊 就这个地方上放量上传之后 回踩净线确认 确认什么呢 确认这个大双底是有效的 所以在净线这个位置呢 它可以起稳了 起稳之后 然后再度拉升啊 节后啊 从节后开始 一直到年底 甚至跨年度这段时间 我是非常看好券商的啊 券商现在是非常 四平八稳的啊 这么一个板块 估值角度呢 券商目前的平均市盈率 只有17.7倍 也属于历史上比较便宜的位置 所以证券板块啊 接下来还是一个大集会 就低估值蓝筹里边 大金融的三大块 银行证券保险 然后包括地产啊 刚才我讲了 然后包括大消费啊 大消费 医药 酿酒啊 这个家电 呃旅游 哎 包括这个什么所谓酒店餐饮了 什么日化了 哎 这里面食品饮料啊 食品饮料里边呢 又放入什么乳乳制品啊 调味品啊等等啊 这个涉及到非常多 那么前期呢 调整实际上很多股票都非常充分的啊 所以这里面呢 就是我我大家一定要啊 关注啊 就是大消费 呃 然后大金融啊 这个大大金融就是低估值蓝筹啊 这一块 大消费呢 也是很多也是低估值的啊 因为成长性非常好啊 有有些股票的成长性非常好 那么还有一块呃 就是地产 那么再一块呢 就是我们截后了 还有一些这个前期调的非常充分的啊 一些科技股啊 比如这里面我举个例子啊 比如说是国产软件啊 有些科技股呢 确实是最近呢 它是调的啊 这个幅度比较大啊 比较大 那么给大家看一看啊 这个这个稍微稍微慢一点啊 稍微慢一点没关系啊 呃 这个有的科技板块 那么前期呢 那修整实际上已经很充分了啊 那么这就是这就是什么呃 国产软件啊 国产软件的一个 一个近期的一个走势啊 这里面有有点有点什么啊 这个呃 实际上调整的非常充分啊 现在在1300多点 那么这个数据还没有出来啊 一会就出来了 1300多点应该是从高位下来啊 2600点到现在的1300多点 那就是板块指数啊 就是题材指数 它已经折半了 折半的话呢 很多股票现在属于相对低位啊 相对低位 那么这个数据没有刷出来啊 我就我就简单跟大家说一说就可以了啊 就是有很多的一些 有些部分科技题材呢 他没有在上一轮的炒作当中啊 不管是油资还是机构资金啊 都是在关注什么新能源 新能源车里电池啊 什么这个啊 好多什么有色了 什么一些涨价题材啊 有机规了啊 包括这个啊 里面像什么浮概念啊 工业气体啊 光刻胶啊 都炒这些东西啊 但是呢 国产软件呢 有一块啊 就是软件服务 这一块呢 被市场啊 被阻力给忽视了 我认为接下来呢 说科技板块 有些品种带补障啊 也是 我认为在接后 大家一定要注意的一个方向啊 就是说是有些补障的科技题材 我会在之后的一些 这个利用啊 一些时间呢 给大家都要做一个介绍 好吧 那当前呢 这个大家一定要找准这个节奏啊 那么有些这个板块呢 别看他啊 别看他是现在啊 走得很强 但是我认为之后呢 调整是免不了的 今天的锂电池呢 呃 又是一个啊 一个中阴线下杀 对吧 我就拿锂电池举例嘛 对吧 因为走得太强了嘛 是吧 走太强了 那在这个高位 他出现滞涨啊 开始呢 没 好多都涨停了 最后涨停很少 居然有跌停的了啊 今天就有四个跌停的啊 锂电池板块 那么这个地方显然呢 你不管是从技术指标看的话 那是严重超卖啊 技术指标严重超卖呢 不管是周线还是日线啊 这两大周期都出现严重超卖 这样的话呢 下滚的概率就很大了 还有啊 就是他现在的估值呢 那居然已经达到了六十几倍啊 那你能说他现在还能啊 还能继续涨吗 他一定会有阶段性的修复啊 他必然是像粉红色 这个大的上行通道下轨啊 向这个地方去靠拢啊 那么达到下轨才有一个非常好的 低位介入的机会啊 我认为李电池 才能可以迎来一个另外一波的行情啊 所以当前呢 就像这些板块啊 类似于这样走势一些板块 大家一定板块指数 你一定要小心啊 这个地方追高是啊 非常对阶段来说呢 是非常不妙的一件事情啊 所以说呢 当前从估值的角度 就是币高就低啊 币什么高呢 就是估值高估值 高市盈率的股票 或者是一些题材 你要币啊 要规避 那低估值的 刚才讲了啊 那几大块啊 金融地产啊 这个电力呢 呃煤炭啊 包括这个环保啊 我也讲那么多啊 刚才那就是也是估值相对比较低的 现在呢 一定要啊 从这个低位啊 去关注啊 去 去做一个布局啊 一个配置 就是布局什么呢 第四季度的行情 马上进入第四季度了 10月11分 10月12分啊 包括明年的春节的这个前后这段时间 那么 你现在就得布局啊 这段时间的行情啊 好了 今天的这个分享呢 就跟大家讲到这儿啊 祝大家投资顺利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